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有我们的后代 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我期待把什么礼物跟人分享 给我们的下一代身边的朋友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第71篇 这一篇是大卫的诗 大卫恳求主拯救 当中特别提到了 求神来拯救他脱离危险 一到四节,求神拯救 在神的拯救当中能够不羞愧 因着上帝的公义 要施行公义的搭救跟救赎 神是我们常驻的磐石 是我们的山寨 而最后20到24节 一样提到了神拯救 但是从恳求到赞美 赞美上帝的拯救 神叫我们多经重大极难 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神主救上来 神是我们越发昌大 我们终日要讲论神的公义 那些谋害我们的人 蒙羞受入 是的 从恳求到赞美 这是一个信心的成长 而当中很重要 在于对上帝的信靠 五到九节 强调信靠神 从年幼 你是我所依靠的 到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 不要离弃我 是的 从年轻到年老 不断不断的信靠神 绝不离开神 而十四到十九节 也是提到信靠 特别提到了 从年幼的时候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 神啊 我到年老法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而特别宝贵的是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我们能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下一代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神的作为 神的能力 神的恩典 神的奇妙 向下一代诉说 我们经历多少 才能够分享多少 就是让我们不断经历 上帝奇妙的恩典大能 中间十到十三节 是仇敌的工作 仇敌的议论 仇敌的攻击 但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让那些磨害我的 要受入蒙羞 是的 等候神的人不蒙羞 而离开神 要攻击人的将有蒙羞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论现在是年幼 或是年老 让我们一辈子 认识神 信靠神 分享神的大作为 我们来祷告 绝世我们在美宁 主要我们开口 要诉说神的奇妙恩典 主要帮助我们 从年幼 让我们认识你 让我们依靠你 到年老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并且让我们把你的能力 大能 恩典 荣耀 向下一代指示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